喂,你把外卖放门口吧 我待会儿自己拿 我不是送外卖的,姑娘 是你的男朋友 托付我给你传达一句话 您方便吗 他搞什么呀 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随便打扰我 有事的话就给我留言 我看到会回复他的 我忙着呢 姑娘,你听一下吧 他说,从大一我们就一见钟情 风风雨雨了这么多年 三个月前 我们由于工作分居两地 你就开始对我躲躲闪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别人了 现在又开始对我耍心眼 我现在对你所做的一切 都感觉到了新会议了 他说什么呢 我真的在忙呀 怎么一点都不懂得体贴我呀 我到底耍什么心眼了呀 你现在对我说的话还有真话吗 你和我说也要忙工作 我不打扰你 可是我却多次收到了情绪酒店的预定本系 啊,怎么会呀 你做事怎么这么聪心呀 预定酒店还要用我办理的护眼卡呢 我没有呀 我们的关系啊 不应该这样 再好像也只能这样 一难平也该平安 情难断也该断 你去忙你的工作吧 我也开始我的生活了 哎,不,不要,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他想的那样 那,那,那,那不是 哦,对,那也是我闺蜜 我帮我闺蜜定的呀 她们用的是我们的美云卡 都说那个积分可以换礼物 我才借给她们的呀 那,那是她们用的 她,你怎么那么多音啊 不是我,这不是我 那,那,那,别多想 你也帮我解释解释吧 帮帮我好吗 怎么任性怪你犯了错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活 让你更寂寞 才会陷入感情渗涡 怎么任性让你受折磨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活